我们继续 说雄才大略的毛主席 之所以在1950年的时候 力排众议主动应战 出兵朝鲜 那不仅是因为毛主席的心里 有着一盘大战略 别人无法企及的大战略 同时还是因为毛主席手里 攥着莫大的本钱 攥着其他人 其他势力 包括他的敌人 没有看到没有认识到的 大大的本钱 为什么斯大林 在策划朝鲜战争的时候 认为 朝鲜战争一旦爆发 中国不会出兵 即使出兵 以中共军队的 那点装备 和战力 也不会缺胜 朝鲜战争的结局 一定过程和结局 一定会像他 在脑子里推演了无数遍的 那样的一个过程和结果一样 不会因为中国的出兵与否 而有大的改变 斯大林为什么这么认为 同样 美国人包括麦克阿瑟 包括杜罗蒙 他们为什么 派军 登陆朝鲜半岛 毫无顾忌 包括中国可能做出的反应 和新中国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 他们毫无顾忌 甚至都可以忽略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积贫积弱的中国 不会出兵的 强大的美军 领着十六国联军 下阳把新中国给吓死 即使出于道义 或者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象征性的出几个兵 那也就是象征性 不会对整个战局 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影响 他们根本没在乎 没把中国军队的权重考虑进去的 美国人为什么也这么想 甚至为什么新中国的多数的领导人 在研究朝鲜战争 研究抗美援朝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坚持不出兵 他们提出的那一堆一堆的大道理 一是事实 第二 那不和苏联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是一样的吗 在这些人 他们看来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一个认知的高度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这种思维的惯事 什么呢 他们都是见物不见人 在他们看来 决定战胜胜负 那还是飞机大炮 坦克和一两件的新式武器 这就像1945年 美国在广岛长期扔两颗原子弹 然后当时新华社 包括解放日报写社论的时候 甚至都写文章的时候 都说这个 因为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 才迫使日本投降 毛主席看到了以后 第一时间就让他们改正 因为他 毛主席认为他们的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日本之所以那么快的投降 最重要的因素是苏联的百万大军出兵东北 把日本这个战略储备力量 这关东军一网打尽了 把整个东北拿下来的 就是日本战略的最大的战略大后方 战略的大基地 没有了 所以他不可不得不投降 不得不投降 那个时候的毛主席就强调 不能见物不见人 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一两件 新式武器 而是因为 往从事的战争的正义性 那么毛主席的这份认识 一以贯之 甚至可以一直 追溯到 他引兵警刚开始 对于1950年的时候的毛主席 这个五万万五亿中国人 那就是毛主席手里最大的本钱 因为他相信人民的力量 不仅五亿中国人民 朝鲜人 世界上所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 对于战争的反对 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选择 同样也是赚在毛主席手里的大大的本钱 这就是毛主席 这就是一辈子站在绝大多数人民一边的毛主席 因为只要站在人民的一边 他就有无穷的力量 所以警刚山上几千人嘛 包括中央苏区那时候军队最多的手臂也就十万来人 不到十万人 不到十万人 那为什么 毛主席 就敢打 就敢上山 就敢坚持 就敢开创苏区 那国民政府军那几十万 百个十万 哪一个军阀拿出的力量不明 这个毛主席当初的本钱大 但是毛主席 对他们都不屑一顾 为什么 因为毛主席领导的是一场人民的革命 他坚信他自己革命的正义性 他坚信自己领导的这场战争 这场革命 一定事实上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全新的人类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军队 来自于人民 人民的子弟 他们不仅仅是作战的军人 同时他们也是建设根据地的主力 同时他们也是组织群众的领导力 这样一支全新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水辱交融 军民雨水前 那么毛主席的本钱就不仅仅是几千人和几万人的部队 而是整个井冈岗山和整个苏区 甚至是全中国的功能大众 他就是这样认为自己的本钱 他就是这样看待自己拥有的力量 包括 这个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陕北汇师 甘肃汇师 然后中国革命的这个大本营落在西北 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的时候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 中共不也就是三万两点人 是啊 总共编了三个诗 那西斯均那时候还几千人 八路军这边总共编了三个诗 三万人 但是为什么毛主席就那么自信满满的 中日战争最后胜利一定输于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之战 这也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跟张国焘斗争 他们斗争的焦点是什么 你按照张国焘 伊斯坂军会师以后坚持到四川去吃辣梅 但是偏安 即使你能落住脚 你也是偏安 那时候整个中国的国家的形势是什么形势 那个时候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是日本侵略中国 所以毛主席就能够站在这样时代的制高点上 毛主席可以以他为代表的 代表着正确认知的那一批共产党人 大旗一举 北上抗日 一下子就 喝着就就就就云集 因为什么 因为他提出了 喊出了中国人 绝大多数中国人要喊出的声音 他们打出 亮出了绝大多数人要亮出的旗帜 要保家 要为国 要抵抗侵略 要开展一场全民族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 所以毛主席认为 一方面军到陕北的七千人的力量 那比四方面军在四川的张国焘手下的那些四方面军的力量要强大了多 为什么 因为他是正义之师 所以毛主席认为 他抗战争爆发之后 这三万人的力量不输国民党 正面战场上百万大军 为什么 因为毛主席相信 即将到来的中共主导的敌后的抗人战争 军民荣为一体 秉持正义的旗帜 在 这个依靠正确的战略和战术 必将让日本的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争的战争 所以你想 毛主席上前刚才有几千人 包括苏区什么的七八万红军 再加上陕北到陕北的之后的三万人 你看着都是很小 很弱 别人看来 但是在毛主席看来 那就是又强又大 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要求 于是 人民就自动的站到了你这一边 这个道理 蒋介石不懂 所以他偏偏抗战 这个道理日本人不懂 所以他陷在这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那么到了1950年 美国人照样不懂 照样不懂 他和日本人和当初的国民党人 包括蒋介石他们一样 他们认为自己很强 很大 但其实在毛主席上看来 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 他们是非正义的战争 所以他们实质上是又弱又小 他们最后的命运一定是失败的 这就是毛主席的这个人民战争观 这就是毛主席的本钱观 力量观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那么最人民利益的代表 那个时候 1950年的时候的毛主席 和当时的中共拥有着一支全新的人民军队 人民的子弟别 那个时候毛主席手里 500万熬日教的 这野战大军 解决战争进入到尾声阶段的时候 1948年年底 开始 各大野战军 各大军区所属的部队 全国范围之内进 开始整变 开始整变 当时的目标要建70个军 当时中共提出的目标 要建70个野战军 那么到了1949年的10月份 就是建国前后的时候 中国人解放军整个序列里面 出现了总共67个军的番号 总共67个军 当时想建70个军 只有这个56、57和59 这三个军的番号没用上 那么那个时候就说 67个军 67个军 这都是野战权 这都是野战权 那你再加上各大军区的地方部队呢 所以1950年到了1950年的时候 就回头看一看 中共八一起兵 秋收建军 二十多年以来 什么时候有1950年代出的时候 那么大的本钱 从来没有过呀 五百万大军 刚刚横扫了整个的中国大陆 那二爷 当时那一员虎将王丰子 王进山 打进重庆以后 做了一件什么事 都以为笑谈 当时 进了重庆了 之后就是满屋子找地图 四处翻 人家问他说 王司令你找什么呢 找地图 找地图干什么呢 刚打进重庆找什么地图 王进山说 这重庆打起来了 这接下来 再一推 这不就中国一拿下来了吗 这中国拿下来之后 接着不就得打印度吗 打缅甸吗 咱以后不得打到美国去吗 所以我得找找地图 我得研究研究啊 把个刘伯正给笑了 就那么疯 你以为兵团司令那么疯 那整个解放军不那么疯吗 都是那么疯啊 都是那么疯 那时候那解放军 那气势那军威 那真正的兵强马壮 那个时候毛主席可真可谓是兵多见寡 别人只看到了这美国人的这个财大气粗 其实那个时候毛主席那才是明处七十的大财主 撞得很 撞得很 四八年零室战一结束以后 毛主席说的名标撞得很 那他只是毛主席手下的一个方面军呢 是不是 毛主席一旧五零年来说 是大大的财主 不仅有兵 更知道用兵之道 千古八荒 从历史中走来 这整个中国历史 熟烂于心 天才的人类天才的军事大家 毛主席不知道用兵之道 他太懂得兵在于用的道理了 你有兵不用 最后兵者无用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丧而解 你想满清当年 横扫中国大陆的时候 何等强壮 一只马上大军 你看看 一百多年以后 多少年不打仗之后 八七子弟成什么样子呢 弓都拉不开了 烟能不衰 烟能不亡 用兵之道 1950年的时候 那个中国人民纪装军 那可以说是 士气最高 战力最强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这支大军 你把他用起来 你把他用到 那个刀印上 那可真是辜负着历史 那可真是辜负着历史 那真就是把他金子当铜给卖了 所以决策 朝鲜战争的时候 毛主席 看看自己依靠的人 你看看自己手里的 五百万大军 嗷嗷叫到五百万大军 正是用得其实的时候 所以毛主席 抗美人朝战争的决策 他怎么能不搞吴建林 他怎么能不英明 不伟大 不令他所有的同事 不令全中国的人民 不令全世界人民 不令斯大林 不令杜鲁门们 积暗交绝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这个决策了之后 毛主席把他的本钱杀出去之后 这些人命的子弟 这嗷嗷叫的野战亚军们 他们表现如何呢 他们没有辜负 他们的领袖 对他们的认识 对他们的信任 他们没有辜负全体中国人 对他们继约的厚望 交战之后 朝鲜战场一经交战 志愿军高超的指挥艺术 和卓越的战术技巧 不同于任何一支军队的 这种战力 这种打法 能让美军 无论官长还是士兵 心悦成福 你看范弗里特 这个满年的时候还接受采访 人家 关于朝鲜战争 非常非常直率的问题 让他评价一下中国的军人 你看范弗里特 范弗里特弹药量 那么标函的那么 那么一美美美美美美国将军 以凶狠诸称 就这样范弗里特 他晚年的时候 他怎么评价中国军人 他说他们都是真正的军人 令人敬佩 尽管志愿军武器 这个装备 这个简陋 后勤保障也不行 九兵船入朝的时候 里面棉袄棉裤可能都没有 都没都没穿权 但是中国人志愿军确切实实的 让他的对手们得出了公允的评价 他们是世界上一流的军队 我们看看这个第一批 就说第一批入朝 后边轮战的又不说 就第一批入朝的这几个军 十三兵团所属的 比如三十八军 三十八军 现在2017年习近平军改 变成第82集团军 当初是四野 东北野战军的一纵 东北民主联军的一纵 早在东北时期 就是林彪首领三只虎之一 四野的头等主力军 善大大仗 硬仗 三十八军 他的起源 溯源要溯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平江旗 然后抗战争的时候 这个115师 343绿 686团 著名的686团 平安战亦跟着打了 是不是啊 到这个 东北战争 解放战争 那是三十八军 那应该说是成名的开始 成名的开始 这个林彪的三盟战术 著名的三盟战术 不就出自于三十八军 当初出自于一纵的总结了 一纵那个时候手里的一师二师 就是后来的11 三十八军的112 113 那更是王牌中的王牌 直到今天也是 1120攻坚能力强 这个 1120最著名的 三三五团 这大家都不一定能知道 范承恩 三三五团团长 范大胆 大家不一定能知道 但是大家知道 松鼓风战斗 不知道松鼓风战斗 也知道魏维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那就是1120 三三五团的杰作 这杰作 那1130 善于长途奔西 这个 齐兮能力强 你看看一看 第二次战役 1130 立了多大的功 彭德华为什么后来写 三十八军万岁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11212113 这两个是在二次战役中的 奉公 四野第一只虎 四野第一只虎 毛水星能不知道 毛水星能不了解林彪 守下了三十八军 第一只虎 林彪第一只虎 撒出去 接下来又是一只林彪的 另一只虎 三十九军 三十九军 三十九军现在第七十九 极端军 还在东北驻扎 其前身 那个时候 十五军团 徐海东 包括跟陕北红军 合在一起 十五军团 抗日战争之初的 11510的三四四旅 后来变成 新日军的三师 第三师 黄格正 第三师 到东北 袖水 盒子 揭秘战 然后第二 东北民主联军 也是东北野战军的 第二纵队 景州 主攻部队 天津 主攻部队 一路打到 镇南关 现在的友谊关 两头冒尖都不对 刘正 无法见 能打 能抢 能跌风条 三十八 三十九军在军史上的地位 似乎总是不如三十八军 后来人家 以为不懂行的人 以为三十九军的战力 不如三十八军 其实真正的老军迷 大家都知道 三十九军的战力 绝对不输三十八军 甚至三十九军 在某种场合下 某种时候 表现得更加彪悍 更加凶狠 比三十八军还凶狠 三十九军 这个一度对三十八军 有点 看他不起 四平攻坚战 一度失利 李天佑做司令第一纵队的时候 后来人说他打残了 所以打锦州的时候 让他做预备队 在高桥那待着 三十九军当时就说 说兄弟 一纵一纵打残了 打残来了 得靠三十九 靠二纵 但是三十八军 为什么名声比他好 大家都说 那是因为三十八军 军政双游 搞得都很好 三十九军 军事绝对是一等一 但是三十九军 既既既就不如 三十八军执行的好 三十九军 打胜仗了就骄傲 打胜仗了就骄傲 怎么批评也不改 两头冒尖的部队 就是这样的部队 三十九军 后来到朝鲜怎么样 云山 第一次战役的时候 第一个跟美军两次刀子 就是三十九军 云山上 并且他的这首是赫赫有名的 美军的骑兵第一师 七一师 一战就重创了 这个七一师的两个团 云山战斗 写军美军战士 西点军校都有 战争战争必提的云山战斗 以后越打越害 战平上 进汉场 三十九军都一马当前 都是一马当前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军 旋风部队 韩仙楚带出来的旋风部队 第四十军 四十军东北战场说表现得非常好 七夕维员谱啊等等 一战见面什么 五十二师啊 什么 这个 打锦州 三宗 打锦州 配水池 著名的 打配水池 最艰苦的 外围战里最艰苦的一战 三宗干他 三宗干他 后来的四十军 三宗 这个是首破 二三七八九 加六宗十七十 五个纵罪 加上攻坚老虎 玩爆破的六宗十七十 包打锦州 三宗是第一个破城墙的 是第一个破城墙的 然后这个 打完锦州以后 灰石燎西 歼灭燎热乡 第九兵团 三宗玩一把 斩首 斩首行动 三宗下面 三宗的这个部队 他妈在什么 狐杰窝棚 一下端了 第九兵团的司令部 就把整个 什么第九兵团 这个指挥 大脑 中书就给 给打擦 那对于整个 辽西会战的胜利 起到 决定听的作用 甚至 那么入朝以后 四十军表现如何 还有 四十军 拿下海南脑的主力 四十军 四十三军 四十三军全员登道 四十三军没准备好 上去了 第一批登道 四十三军 仅仅是出了一个团 李作鹏 辽西会战 建齐功 但是 解放海南道 让 韩元楚 盖过了风头 让四十军 盖过了风头 那么到了朝鲜以后 抗美援朝战争 第一场 抗美援朝战争 第一次战役的第一枪 第一场战斗四十军大的 在温谨 跟南朝小军队 一战 为了南朝小军队的一个 一个加强营 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枪 1950年10月25号 后来 中央军委 确定 10月25号这一天 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纪念日 19号过去 25号打响 25号成了纪念日 你说 就是这样的四野的虎狼之军 林彪带出了虎狼之军 比如说 42军也不错 42军 到朝鲜以后 黄曹领打得就不错 第一次战役 42军 到现在也只还保留着 42军 你看40军都裁了 2017年 习近平军改 变成13个集团军 把40军给裁了 把43军给裁了 真是可惜 真是可惜 番号就是战斗力 所有的番号全给废了 然后把这样的主力军给裁了 但是42军没裁 42军没裁 42军变成74集团军 还在广东 应该还在广东 会装着 应该说攻台的主力 42军现在 多少年以来都是攻台的主力 从广东藏内往台湾 那个方向 你想想41军 都是虎狼之师啊 都是虎狼之师 所以毛主席颠的颠的 在13兵团 看看这几个军 他心里太有数了 他太有信心了 这些头疼主席军 说不好听 这几个头疼主席军 要是还打不赢的话 那你就认赌服输 但毛主席在那儿 好像没想过 什么输不输的问题 同时那个时候 不仅是这些的 这个声音远扬的 这个主力军呢 包括他们那时候 那个状态 不是有研究者 包括这这这一些军民 也研究 1950年的时候 中国军队那时候 处在世界范围来看 处于轻步兵的 最巅峰的状态 可以说秒杀 其他任何国家的部队 你包括美国人 玩轻步兵的话 包括苏联人 如果仅以轻步兵 对轻步兵的话 他们没有任何 胜算的机会 中国军队那个时候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到朝鲜之后 一试你看看 你就是39军 这云山 那个战斗 云山战斗里面 对美其一师 39军 一个连 11510下面的一个连 和美国的骑兵 第一师的一个连 一对一PK 最后结果是什么 全歼了 把美军的一个连全歼了 不仅全歼了 还抓了几十个 这美国大兵当俘虏 第四交手 他们不认识中国军队的 这个战力 他不属于中国军队的打法 小喇叭一吹 毛骨悚然 一个脸 灭了一个脸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 步兵的战力 你不服 不仅战力强 杀敌战斗的决心之大 你在世界范围 当时的世界范围之内 有几支军队 能够出中国军队 起右 后来不是 这个有过军迷 这个不说 有过志愿军战 叫刘光子 刘光子 普普通通的一个士兵 武色战役的时候 一个人就抓了 65个英军俘虏 一个人抓65个英军俘虏 这就是神话 这都是神话 这神话都怎么诞生的 几次战役打完了以后 中国人建军的 忘我牺牲精神 和他们的 强悍的战斗力 确实给美国为首的 英军辞职的联合国军 别都不说 就心理上的震撼 何其强烈 所以当这个刘光子 说一个人 一手举着冲锋枪 一手举着手里弹 跳到这英军的 这个60多个人 的人堆里头 命令他们 这个投降的时候 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怀疑这个刘光子 这个普通的中国军人的决心 就是不投降 他肯定拉闲 拉闲 大家就同归于尽 他们毫不怀疑这个中国军人的决心 于是就乖乖的65个人放下了武器 被这么一个中国的小伙子 一个年轻的中国军人就给 全部的给俘虏掉 你这神话 你说这神话 这中国军人的这种意志 你更不用说 怎么各朝鲜战争 中国军人的那些可气的那些故事了 我们就不多讲 大家看电影 看看英雄儿女儿去 大家 这个 看看上干利 大家想一想 光上干利 战亿 黄继光那样的英雄 就堵枪眼了 他对人通过于军堵枪眼了 中国军人有多少人 不下二十多人 有名有姓 无名英雄不算 炸得飞了一点不胜的 无法核实的 不知其性的名随的不算 有名有姓的 黄继光这样式的这样的 中国军人 叫二三十人 抗援朝战争 毛世纪能不打吗 抗援朝战争 有这样的军人 有这样的一支 有毛泽东四枪武装起来的 有军魂的中国军队 能不取得最后的胜利 想败都难 今天说到这 明天 今天说了精兵 明天我们说强将 我们看看 中国的那些风云战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